香港被英国人抢去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出生 但是我们恰逢其会 在回归的时候 这个大历史的时刻 我们在香港 而且是在边界一线 这个是我们一生人的 最重要时刻之一 也是一生的荣耀来的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 你们可以下岗 我们站岗 回忆起25年前 那个局势瞩目的夜晚 时任香港警务处边界警区 首席边境联络官的曾才安 仍历历在目 那是他从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 1997年7月1号临时 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入港 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 中英就香港问题的正式谈判 前后持续了14个月 1984年9月26号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 中国政府决定 在1997年7月1号 对香港恢复形势主权 一秒都不能少 是鄙视中英谈判 中方不可退让的底线 亦是回归时刻 曾才安对近千名香港边界警局警员的严格要求 因为我们考虑到 回归就是一刹那 一刹那的时间是吧 010分到011分 很快 但是我就在想 怎么样可以做到 当时就一回归 我们就穿上新的制服 出现了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全线都是这个安排 就是把这个制服 在零时零分的时候 新的制服穿上去 然后呢 立即把新冒灰换上去 那就以那个全新特区警察 那个形象出现了 7月1号0点零分 曾才安一声令下 三个口岸近千名边界警局警员 迅速脱下表有皇家香港警队警徽的制服 换上配有香港特区警队徽章的新制服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在会展中心燃燃升起 经历了百年苍苍的香港 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 夺目的烟火 在各大城市的夜空中同时绽放 掀起全国民众 庆祝香港回归的热潮 而驻守边境口岸的警员们 也以自己的方式 庆祝了这一历史时刻 我们就约定在这个历史时刻 就在桥头 我的提议啊 我的提议就安排 在桥中间 每边两张长的桌子 上面就摆上一些香槟 还有一些食物 那个回归后呢 我们就一起两边庆祝 两边人员虽然不全认识 但是呢都是非常高兴 互相碰杯 甚至乎拥抱 比过新年还要高兴的 庆祝这一段值得 这个纪念的历史 在英殖民时期的香港 出生长大 年少时复英留学 回归对于曾才安来说 还有一层特别的含义 漂泊半生后 沉甸甸的归属感 和堂堂正正说出 我是中国人的自由 有一次 我上大学的时候 路径一个公园 那公园里面有位老婆婆 她坐在那里 她首先问我 你是什么人呢 我是中国人 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就说 我香港来的 后来她跟我说 你不是中国人 你是香港人 我就跟她争论了几句 我就是中国人 我香港是什么什么 被英国人抢去的 但是 终归要回来的 你总不能因为你的父母穷 一时比较落后 那你就不认你的父母吧 我就是要回去 看看能不能尽一份力 白居过西 悟患心疑 口岸的完善 基建的落成 与内力城市的交流与融合 在曾才安演中 曾经沧海变桑田的诺言 正是在过去25年中 逐渐成为现实 这25年民间的接触 民间的融合 基本上是很畅顺的 在现有基础上 比如说很多基础建设 口岸的建成 各方面 从以前的聊聊几个 到现在 全方位的 比如说 港庄大桥口岸 十九万大桥 还有联堂口岸 那些全都非常好的 所以香港市民回到内地 内地的市民来香港 现在已经变成 非常方便的事情 所以这方面 对香港融入内地 内地拥抱香港 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退休后十余载 曾才安投身于中国历史教育 通过开设讲座 录制节目 组织交流 将此前的工作经历 与所思所学 与香港市民分享 阅读 教花 创作 使而渐渐好友 创作语言 如今的曾才安 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宜然自得 于他而言 这座城市 曾经历风雨飘摇 却依然百折不挠 风采依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